说起是孟娇你会想到什么 是不是那首著名的《游子营》 子母手中线 游子身上衣对不对 一个传统文人母词子孝的经典形象 充满了温情 其实孟娇的一生特别坎坷 如果不是50岁那年写下这首《游子营》 那么孟娇这个名字可能没多少人知道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孟娇的两首诗 也聊聊她的故事 一个命运坎坷的人的故事 就像许许多多的你我一样的普通人 有心酸有不甘 但有更多对生活的勇敢 孟娇出生在唐玄宗天保十载 如果按今天的地理观念是浙江德卿人 孟娇出生的时候是大唐从盛转衰的时期 他出生没几年 大唐就卷进了安史之乱的战火里 盛唐的逝去 国家的动乱影响的是几代人的命运 更惨的是不仅国家动乱 紧接着孟娇家的顶梁柱也倒塌了 大概在他十岁左右 他的父亲去世了 他父亲曾经担任昆山县位 虽然官职不算高 但是是一家人的依靠 现在父亲去世了 孟娇还小 家里还有两个弟弟 孟娇的母亲陪侍 一下子承担起了孤儿寡母的生活重担 这样的生活是可想而知的艰难 所以后来孟娇写 慈母手中线 由子身上衣可以说是自然而然的 他从小和母亲和弟弟相依为命 对母亲的情感是超过常人的 孟娇是家里的老大 他知道母亲拉扯三个孩子不容易 所以他一边在家乡苦毒 另一边始终不舍得离开家乡 让母亲一个人辛苦 那么他是什么时候离开家乡 去考取公民的呢 基本上到了两个弟弟长大以后 这个时候他大约已经四十岁了 很难想象哈 别人基本上都是一二十岁 就带着年轻人的锐气去闯荡京城了 可是孟娇早早地尝遍了生活的苦 人到中年才小心翼翼地来到长安 可以想象小门小户人家的人 再加上年纪也渐长了 难以像年轻人一样 快速地融入都市生活 孟娇的朋友韩玉就写过一首《梦生诗》 叙述了孟娇在长安生活的基本状态 韩玉用带着有些同情的口文 描述了孟娇的窘境 说孟娇这个外甥来的贫寒之事 年纪也老大不小了 写诗写得也非常不错 可是在京城的交际场当中 却举止失态 不懂应酬 文人的心呢 往往是比较清高脆弱的 孟娇初来乍道 自卑而又自傲 一方面呢不肯向权贵低头 另一方面又因为四处碰壁 而剃气伤心 在一些失忆的时候 孟娇经常写诗抒发自己的悲凉 比如他写过 竟说青云路 有足皆可治 我马一四题 出门四五地 多让人痛心啊 大家都说读书考试是青云之路 可是远道而来的我 却没有落脚地 不知道寄住在长安的哪个小客栈里 好不容易住下了 出门也是不知道要去哪里 这就是京城 很多时候一身才华在那些工筹交错 所谓的财富名望面前 可能什么都不是 在京城 出身和资源像一块沉重的巨石 有时候压得贫寒之事 是传不过气来 我们都知道 孟娇写过著名的登科后 其实呢在这之前呢 他两次科举都黄了 第一次科举名落孙山 他写 小月难为光 仇人难为常 气质富气质 情如刀见伤 第二次考科举又黄了 他写 一夕酒起街 梦短不到家 两度长安末 空江泪见花 第二次落地之后呢 孟娇一度放弃了考试回乡了 也许是京城的氛围他人的鄙薄 社会的冷眼 让这个四十多岁的两度落榜的考生彻底的失望了 中年的他已经早就没有了为国效力的远大理想 剩下的可能更多的是对人情冷暖的沉重的叹息 然而可能他母亲觉得他的才华就这么埋没了 实在是很可惜 四十六岁这年呢 他又第三次进京赶考了 而这一次大家都知道 他考中了 他留下的筷智人口的登科后 就是这个时候写的 昔日龌龊不足夸 今朝放荡丝无崖 春风得意马蹄急 一日看尽长安花 孟娇这首登科后 在后世的知名度应该仅仅赐予他的游子盈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 那种欣喜之情是异于言表 可是还是有部分诗评家 对他这首诗有不少批评的声音 有人说孟娇气度窘促 足沦为博幻 失称信有之矣 他们这日嘲笑孟娇不够大气 中个科考就高兴得失态了 后来他在仕途上果然没有出息 看来这首诗已经注定了 他们这么笔薄孟娇 其实是不知道这个年近半百的底层诗人 被压抑了多少年 唐代诗坛有很多神仙人物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孟娇是更接近普通人的那一个 就像某个被压抑了很多年的普通人 某天突然实现了某个愿望了 那种心情是抑制不住的快乐 可能真的就不是要卖弄什么 而是真的真的就是非常高兴 高兴得不知所措了 最重要的是孟娇一把年纪考中近视 完成了自己 或许也是在完成了母亲的心愿之后 就返乡了 并不留恋长安的功名和繁华 一日看尽长安花 看尽了又何尝不是看透了呢 他的这首诗如果细细地去品味 可能超越了后人所理解的那种 得意或者说是狂喜 而是带着一种在乱世 看淡功名利路之后的 某种悲凉的意味 后来朝廷还是授予了孟娇一个官职 立养县位 唐朝一个县的主要官员有 县令 县城 主部 县位等等 县位相当于是四把手 负责具体政务的执行 俗物很多 工作也很繁琐 可是不管如何 辛苦半生终于能够靠俸禄养活自己 虽然生活依然是清贫的 但是毕竟能够照顾照顾母亲了 所以孟娇到立养上任以后 第一件事就是把母亲从老家接过来一起居住 如今我们家喻户晓的游子盈 就是在这期间写的 子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菱形蜜蜜逢一孔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抱得三春会 这首诗无疑是一个生活艰难的儿子 对母亲的真情表达 每次读到都很受触动 孟娇就和我们很多的子女一样 知道父母的不容易 想孝敬孝敬父母 可是很多时候是无能为力的 我们今天的很多人也是一样的 行走半生心里装着父母 可始终没有多余的能力 去为父母做点什么 这种遗憾是很深的 曾经看到过一个报道 说一个在外打工的人辛苦了十多年 终于把孩子接到身边一起居住了 可是孩子接近成了 家里的老母亲却怎么都不肯来 因为老人还想在老家种种地 养活自己 不想再给他增加负担了 这个中年人呢 蹲在地上是放声大哭 这种痛是成年人才懂得的无奈 也是很多普通人都会有的无奈 事实上孟娇也的确没有能照顾母亲太久 后来他就因为种种原因离职了 乱世人又带着出身低微 但是才华突出的人身上 往往会有的那种清高 有时候生活注定充满了艰辛和悲苦 所以其实如果细品孟娇的诗呢 不是那么天马行空 也不是那么肆意洒脱 而是最真实的生活 他笔下的诗词 没有过多华丽的词枣 但是足够真诚真实 所以穿越千年 却抚慰有过同样境遇的 每一个普通的我们 怎么样 孟娇的诗您喜欢吗 欢迎在评论区来聊聊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我是灵溪 我们下期再见